陆路交通局前副总监拿督尤索夫被控滥用紧急车道一案 原本在7月18号随着尤索夫的特别助理代表出庭 并且扶手认罪而宣告结案 但吉隆坡高庭要求被告必须亲自出庭面控 因此预令案件回到法庭重审 今天已被调往公共服务局任职的尤索夫 亲自到不承推市庭重新面控 不过他改口表示不认罪 现年58岁的尤索夫被控去年在富城外环公路驾驶官用车 违反1959年道路交通规则第53-1条文 同时触犯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119-17条文 一旦罪程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罚款最高2000令吉或两者兼施 退市最后则定此案8月21号过堂 同时退还尤索夫在第一次面控时缴付的600令吉罚款 焦点转向登家楼十兆退市庭 三名无意男子涉嫌砍死一名21岁男子 今天面对谋杀罪名 一旦罪成唯一刑罚是死刑 控状指出年龄介于23到30岁的被告 6月在误述谋杀死者 据了解 嫌犯指控死者的哥哥放火烧他们的摩托 于是死者和一名友人陪同哥哥前往嫌犯的住家急于解释 结果遭到砍死 退市则定此案9月11号过堂以等待验尸报告出炉 在芙蓉法庭方面 一名华裔男子和一名乌裔男子 涉嫌持有将近1700张面值100令吉的假钞 总额将近17万令吉 两人今天面控时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被告各以6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并责定此案8月22号过堂 两名被告年龄分别70和59岁 其中一人是退休公务员 控状指出被告本月在一家酒店 企图把这1700张的假钞当作真钞使用 因此触犯持有假钞和教唆罪名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10年 NTV7综合报道